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叠压器的调节 叠压器的话 首先我们这个叠压器是可以下下来的 然后是固定在这一块 这一块固定位上的 黑色的固定位 这里有两个螺丝 然后这里的固定孔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这样装接上去之后 就是说当叠压盘在我们叠压器的缝隙之间之后 然后我们固定在这两个卡位螺丝上之后 其实当我们松开这两个固定螺丝的时候 松开一点之后 我们这个叠压片可以向里或者是向外 做一个微微的移动 有一个小的范围可以移动的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固定螺丝都给向上 这个垫片的安装的话是 下面一颗垫片 然后上面两颗 这个固定 然后下面一颗 然后 这个同样是 一颗 然后就是把这个叠压器给固定带 首先缝隙 叠压盘 卡到这个缝隙里面 然后再把电螺器给固定在这个卡位上 然后 找到适应的六角 半手 进行锁螺丝 好我们刚开始的话不用把它领的很紧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需要调节一下这个叠压器 固定到这可以微微的活动就行 好然后我们可以支齐一下这个后能后能悬功 然后我们转动这个轮子 我们转动这个轮子会发现这个叠压盘跟这个叠压器 会有 可能会有摩擦 摩擦的话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叠压盘 调到这一个叠压器的缝隙之间 然后 因为我们这颗螺丝 上面这颗螺丝和正面下面这两个对位的螺丝 可以松动之后这个叠压器可以是向里面 以轮子这边为里面可以向里或者向外微微的螺动 然后我们在螺动好之后就是说 我们先固定好之后 然后用手钻到这个时候钻到一只 弄到这个叠压盘和这个叠压器不摩擦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两颗螺丝加固锁索紧就OK 然后我们把这两颗螺丝加固锁索